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男嘉宾今天呢 已经与第一位女嘉宾约会结束了 第二位 您选谁 选二号 二号女嘉宾 来 我们看看二号女嘉宾的老照片 哎呀 旗袍呢 去当车模去了 这是 这可真是 这也是游艇照啊 在大海上 这个真是太爱玩的一位阿姨了 性格太贵了 你看见没有 这旗袍那么静 那么美 再看一看刚才那大海上的照片 沙滩 太休闲了 有活力 来 有请我们二号女嘉宾登场 大家好 我是福顺的林凡兰 我性格开朗 热爱生活 喜欢林凡兰 咱女嘉宾我们刚看您这个照片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像车模 您今天这一上场就感觉特别的与众不同 老了 老了就是喜欢玩 我们有一个摩托队 你看 刚才二号姐姐从那走过来 我的天呐 这不踢台秀吗 对嘛 你说这身材上哪找去啊 是呢 你看二号阿姨和一号阿姨就是典型的两个类型 叔叔 叔叔 你喜欢哪个类型 这个阿姨好不好 好 美不美 美 喜不喜欢 喜欢 你咋见一个阿姨个呢 你不能随便说呀 真的 你俩走两圈行吗 咱那高跟鞋呀 这旗袍呀 都穿来了 慢点就可以了 也跟马洛牙子走的 太好了 好的 摆个造型 阿姨照顾照顾咱叔叔 他穿的鞋是高 选的个像高一大几个 然后大个能装饶我 我们担心的这个是一天呗 倒是没出现 他根本没动 对 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这儿 我们叔叔就很可爱 很可爱 那您在择偶的这个目标当中 您是想找一个艺术气息特别浓的 能陪您走模特步的那样的人 还是说就想找他 他真是过日子的 我最想找的就是跟我一样 性格开朗 喜欢旅游 而且懂得浪漫的 你觉得他具备这几个条件吗 好像不全具备吧 文文不得不跟你讲 如果说你在模特堂招聘 招一个男模的标准 你那个说法没有问题 网上再加两个筹码 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如果找老伴的话 我只看到叔叔的真心实意 他在意你 在意你三个字比啥都重要 千金难买啊 所以阿姨啊 咱别用找 招模特的这个招商标准 去要求你未来老公的标准 这样的话 我跟你讲 你容易成为你寻找幸福的这个半脚石 跟你讲啊 你说生活需不需要浪漫 真的是需要的 但是你需要这个人和你能够共同的 心灵上有所碰撞 如果你要是总想着 生活当中就像我们走梯台一样 没有那样的 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踩地走马路牙子 不是那种浪漫吗 是吧 不像你们想想说非得走模特 这样吗 那就好 你觉得是哪一种浪漫 那不能像那个 就是真正老人就知道吃完事儿 往那一做啥也不懂 有一点生活的情调 那你跟着他 你自然也老了 虽然我年龄在这个房子是属于老人 但我心里年龄不是很老 咱们有生活的热情 对我来说 好 好 好 t